應該是天使是小慧空的 一日早天小明跟我們分享 我們還是有在成訊發展的過程 我們是從一個Official Deadly開始利用 然後慢慢建立一個非常大的威脅 讓我們激烈的進行下流 我們知道在大陸落分今天代謝電速流行 我都藉了幾個地方 我之前碰過我真的坐車子的時候 我叫了一個DDE的車子 不是一般的DDE坐下來 結果它只能收微信支付 還有另外一家 那另一家可能 也許它的那個金額比較大 因為它有Bcommerce有網路購物的關係 但如果你真正看量的話 不管是一般的日常的各種活動的支付 還是你到過年的時候 你看到發紅包的非常可怕的數字 像它背後呢 都是在Daniel的肢體下 很大聲的非常堅定的任務 那這地方跟各位分享一下 騰訊在這個 買了所有的運用過程 那整個交易怎樣的方式 來支撐我們這麼巨大 這麼恐怖的這個交易量 那我們歡迎騰訊的 唯一總結 才會跟各位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很感謝艾文 很高興 出來做這樣的一個分享 這幾年呢 尤其是2013年之後 隨著這個移動支付的防波的發展 其實在國內真的就是 現在逐步已經變成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我在深圳 因為長期貝斯在深圳 然後會經常去北京出餐 因為跟那個金融的金融部門合作比較多 所以經常我會 歡迎到了北京之後 我身上也付出200塊錢 但是呢 發現就是也沒什麼問題 就是待一個星期啊 基本沒什麼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的義式住行 大家用那個錢包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裡面全部都被覆蓋了 因為你的差旅是一定好的 然後你打車 甚至你可能一個人出去吃飯也可以 然後在那裡叫點停 叫送餐也可以 因為反而像 還有剛才所提到這種場景 很多出租車的司機 尤其是我們的那個便利店的 或者是街邊暴停的這些老闆 他不太願意收cash 為什麼呢 因為譬如說我收個12塊錢 我還得找你8塊 我得找很多很多的硬幣 非常的麻煩 那現在說我直接把帳戶轉給你 已經到了100塊錢 我就到200塊錢 直接取出來 甚至來說 直接用這個錢再去進貨 那這個就非常的方便 所以說這幾年 幸福的發展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首先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2006年畢業 2006年畢業 2006年畢業之後 首先在華為做了幾年的coding 做的這個我們當時做的是這個存儲平台 就是ID Sun的這一套 就存儲區域網購 然後去給航天呀 給亦有金融的場景 然後給他們做這種存儲的解決方案 最後呢就來到了恒訊 就來到了現在我所在的部門 恒訊的財富工 我們負責的事情就是整個的 清算的這樣的一些服務 如果從另外一個層面來點 就是資金的收付結退 前端通過兩個這個分口 然後整個的交易平台 還需要我們部門來負責 包括產品可能大家會熟悉的 有微信紅包 有理財 然後有有微證券 港股通 包括在用的這些等等 一系列的金融場景 我們都有在探索 今天的分享啊 我說這麼三塊內容 來介紹一下 第一塊是這個騰訊的 金融業務平台的一個發展 因為可能很多同學 對於騰訊還不一定特別的了解 我這裡會設定騰訊的一個 簡單的一個業務 做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介紹 另外一個呢就是介紹一下 騰訊金融平台 它的一些發展的一些情況 第二塊呢就是今天的一個重點 對 介紹整個支付平台 從我們從05年開始建設 一直到了今天 然後這樣的一個 這個發展的過程當中 它怎麼樣去來 支撐到今天這樣的一個體量 比如剛剛過去的春節 我們的峰值做到了 20.8萬里每秒的 這樣的一個數目性的交易 然後核心路障 做到了95萬里每秒 然後整個系統的架構 是全部的全網的豐富式 做到了跨城的這樣的一個栽培 這張圖其實是想闡述一下 其實現在全球混亂的發展 我覺得就是在中美 對 兩種之間的一個博弈 因為從現在的一個時間脈絡上 最早的可能是在97-98 揚土那塊開始成立 然後到之後 國內也有很多的公司 在那個時間段 然後到之後 國內也有很多的公司 在那個時間段 然後這樣的一個發展脈絡 基本上線上面地道的圖 都是全球所推現的 有致命的這樣的一些 互聯網的公司 其中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它秉圖的大小 秉圖大小其實 今天早上我大概 check了一些 目前騰雲的市值 大概在3780億美金 這樣的一個規模 其實也衝到了全球的前五的這樣一個行列 我覺得這也得益於 廣大的消費者 對於這樣的一個平台的一個性 另外一個想闡述的是 大家都是做 有很多都是做理工科的 我們做事情 都要講理化的一個發展的一個脈絡 這樣其實是這樣闡述的是 這是一個表盤 像中文怎麼看 其實是一個表盤 那十二點的環象 它是這個媒體 就是這裡面 一個媒體 就是在整個互聯網最早期的時候 和媒體是天然解鎖的 為什麼 因為網路上跑的是零和一 然後我們去買那張報紙 買那張文雜誌 也是買的上面的內容 不是買的那個油墨 也不是買的那張紙 所以這樣是天然一排技 所發展的非常非常的快 到了之後呢 所以當時很多的公司 突然早期的時候 還沒有任何產品 沒有任何商業模式的時候 它的公司就非常非常的高 包括你看到了近幾年 包括DV 包括國內的點評 然後一系列的這樣的公司 其實公司都非常非常高 幾十億美金的 上百億的都有很多 之後呢 它會有社交 因為人除了這種 閱讀文具的需求 還會有社交的需求 它有即時通訊 它有搜索 虛擬實體 歐多 基本上發展到了 近幾年前 到了這樣的一個 一個時間的點 就是點頭的點頭 這樣的一個方向 然後再往後 其實提的比較多的 就是製造 硬件製造 包括中國的 2025計劃的 德國公元4.0 其實都是在往 這個收入的方面 一些發展 包括現在提的 比如有VR AR 對吧 這樣一些發展 其實是在往製造 組織 社會 大腦 其實製造在中國系列 也比較多了 提的叫互聯網家 我們有各種生態的一些結合 包括金融 互聯網家金融 也有很多的金融企業 在做這些 一系列的一些探索 但這樣的發展 其實是越來越慢的 它其實就像 化一個元素的周期表 大家都學過化學 最早期的時候 它碰到這種 特別活躍性的元素 它移觸即發 發展得非常非常的迅速 但是越往後 它就越來越做行 可能要經歷五年 或者是十年 乃至更長的時間 可能很多 有生之年 不一定敢得上的這些變化 但是它就是一個趨勢了 整個的發展 這樣的一個脈絡 從全球互聯網導入進來 我們看一下 唐訊所說的事情 最近的內谷 分成這麼幾個BG Business Group 這塊就是傳統的社交這一塊 社交這一塊 就是我們傳統的QQ 包括裡面的QQ音樂 還有民訊語 另外一塊 大家比較熟悉的是 微信這塊的業務 它的早期的前生 是我們的廣言 他是QQ有一個項目 再早的時候 這個團隊就是 張少龍 他最早是做Foxmail 很多同學可能也有優惡 另外一塊就是比較大的 很大的一塊就是 泛娛樂 在裡面除了遊戲 還有文學 還有動漫 還有電影等等 MIG這塊做的是 其實在國內用的很多 包括你的瀏覽器 包括你的電腦管家 手機管家 然後應用網 就是做應用風發的 很多很多的應用 在裡面 安卓市場 都在裡面進行風發 藤星技術圖 等等其他一系列 其實這裡面的東西 基本上都是免費的 就是在國內當中 很多的都是做到了 第一第二的位置 另外一塊是 網貿媒體 TPG是我們整個的 技術工廠 我們的部門在這裡 TPG和企業發展 整個的金融的這塊 就是 很有兩塊 它的所有的 一個是業務 它能說的是很多的業務 但是業務你都要收錢 收錢就涉及到 商戶的一些解算 這些都是由我們的部門 我們的這個 事業庭來承載 另外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可能就是 社交娛樂資訊 支付加金融 以及一些工具 存在這裡 所承載的是 支付加金融的事情 其實支付和金融來說 對於一個龐大的互聯網來說 我覺得最核心的 可能就在於幾點 比民黨支付 他要求的嚴謹人 他對於這個 資金流的安全 低風險可能都不能錯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另外的呢 就在於他的一個 穩定性 比如說 你現在去超市購物 你說你沒有帶錢 在這時候刷卡 刷你的手機的 二維碼出現了問題 那可能這個時候 是一個非常尷尬的場景 第二 可能去打車 打車 你說沒帶錢 是說你這邊扣了錢 司機說沒有收到通知 那司機不會讓你走 對不對 因為他沒有收到通知 沒有錢 然後你這邊呢 你說我已經銀行扣我錢了 那我也不會再給你錢 然後我付了兩次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對於你整個系統的連續性 條件非常非常的大 它已經超出了你 對於一個 譬如說你一個視頻網站 不能看 不能看 我就晚一點再看嘛 對吧 其實我是追個劇 我再過半個小時 其實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這裡面其實是有很大的一個挑戰 這裡面是一些我們所做的一些產品 這裡有理財的產品 這裡我們快速過一下 魏力帶 今天我還跟巨峰一樣 我覺得這個挺有意思 就是 以前我們去銀行貸款 可能要提交資料 櫃檯審核 過幾天在通知裡已經到了去領錢 其實在這個平台裡面 我們整個完成的下來 就是 從我現在申請到最終錢 到我的這張這幾卡上面 到我ATM直接可以取錢 我測試過 3秒鐘 記不上錢就可以到 但根據每個人的額度不同 但是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快的一個流程 最早期的時候 當然最外的可能有一些網絡問題 最慢也有15秒左右 最快可能幾秒左右 這是我們所支持的所有的產品 就是在整個微信的這個錢包裡面 都會有 有信用的很快 然後手機充值 或者借錢 理財 生活減費 包括做公益 然後買機票 出行 可以看到這裡面 你生活的方向面面 已經全部覆蓋了 就是你打開這裡面 我們所有的東西 其實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就是你生活當中 做的什麼各種各樣的事情 基本都可以去看我的手 當然我們現在也在做這個 冷逸的一些輸出 包括我們對於這種證券行業 就是因為有這麼強的一個 互聯網的一個能力 要把這些很好的一個公布式的架構的能力 去給到這些金融企業或者是證券 然後來自保險 基金以及銀行來提供我們這樣的一個架構的一個能力 總結一下 整體來說 騰訊所有的金融類的業務 都依通於這兩家網舍 一個是微信 一個是QQ 這裡邊 截至今年四月份的財報 我們的微信的活躍用戶數有9.38億 然後QQ這塊有8.61億 但這兩邊有重合 加起來可能有十幾億的人 他這樣的一個熱活的用戶數 在使用我們這樣的一個龐大的一個平台 回到信戶平台的本身 我覺得這幾個數據還是值得 值得驕傲 所以我們接入了基本上全中國所有的大中小的一個銀行 另外你要去解決用戶的支付問題 首先要對接銀行 因為用戶的錢是存在銀行 這是一個口子的問題 所以你接了多少佔銀行 就決定了你的支付的場景 你的支付的冷民的問題 所以這幫我們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另外就是一個 做技術比較關心的 它是一個支付的性能的問題 支付性能在剛剛過去的春節上 我們做到了20.8萬米每秒 就是可能有20.8萬的人 在同時去發起付款的行為 並且從他的娛樂也好 或者從他的銀行卡也好 成功地把這筆錢扣到 然後再實時地把這個錢分發到更多的人 因為我們測算過 這裡面有一個重大效益 就比如說一個人發一個紅包 可能很多時候除了點對點 尤其是在這種春節 或者是一些節日的時候 可能會發群紅包 對吧 這個群你可能有20個人 然後我丟到裡面或者是30個人 我丟到裡面我可能發五份 平均相當次的下來 大概是1.5這樣的一個放大 那就是意味著 你20.8萬的人 在同時做的事情 是放在那裡大概近百萬 就是有100萬這樣的一個 整體的帳戶的動作 在你的系統上 我們需要去完成 這是一秒鐘要做的事情 另外一個就是你這個整個的付款完成之後 你要每天去解算 就是這些錢 譬如你付遠的商家 你第二天要把這個錢實時地借給他 有些我們現在要做到的準時是 為什麼呢 據說我們有一個很大的業務 叫這個化費充值 化費充值整個下來 基本上到了 因為年底會移動去扣化費嘛 對不對 年底或者月底或者是月初 在這個時候 它基本上每天的資金流可能多了要10 所以這家公司它可能一下子 付出去整個的平台大概有這麼多錢 你想哪家公司的現金流有這麼多 小公司很難的 所以說你可能要在半小時 或者最短的可能要15分鐘 但是更長也就兩小時 你要把這個錢 收到的錢 立馬適時的結算給他 其實這是一個很龐大的工廠 是吧 你想你要從你用戶的銀行卡上的錢 收到系統 然後系統當中進入各種運算 然後賬戶呀 外計呀 然後再把這個錢 給到這個商家 然後最終打到商家的卡 讓商家才能用這個錢再去進貨 也是挺難的一件事情 嗯 當然這些所有做的事情 在其中事項上 我覺得都是不太可能完成的 因為在大星期當中 之前有看過報道 就是最強的現在也可能是有一兩萬筆 每秒 就是它的單板的能力 但是你知道 一個大星期一大放在這裡 就是一個黑盒子 各位知 它裡面能夠插的板是有限的 對吧 你能插多少板 而且這東西會隨著你的 摩爾定義 它不斷地去來 來受到挑戰 對吧 因為你的這個軟件的發展速度 是遠遠高於這個意見的 所以這裡面 一定要是依於封目式 來解決這個問題 另外就是你整個服務的可用性 以及銀行鏈路 融戰 就是你 整個系統一定要穩定 一旦出了問題 因為一旦當一個產品 如果大家從喜歡變成依賴的時候 那你可能要充當另外一個層次的一個 你又要承擔你的社會價值 你又必須承擔你的社會責任 但是因為你這塊一旦出了問題 你已經談到的是國際民生 經營了大家的生活 所以說這塊對於穩定性的要求 是非常非常高的 這是幾個數據 14年的時候 它的文化量是2000萬 15年到了10個億 16年到了80個億 然後17年到了142個億 是一個非常非常增長迅速的 當然到了現在的話 基本上是 我不會再去挑戰一個更高的值 因為基本上 絕大不少的用戶 包括國際性的群體 已經基本上差不多做了 現在可能更多的做的事情 是在於這種商業支付的領域 它對於自己的安排性 和業務的領域 連續性會有愉快 這是在今年春節的當天晚上 我做的一個系統截圖 這裡可以看到 當天晚上的這個高峰值就是20.85 整個系統一直到這個晚上開始 因為在中國人白天可能都出去玩 晚上的時候 開始吃點夜飯 然後看春晚 一直到這 然後到了零點的時候 這時候下來 就是一個峰值 非常非常明顯 非常非常高 大家都在那一刻 因為很討吉利嘛 過了零點 我要做第一個用戶禮的人 是 當然在每個節日 都會有了 會創造的一些節日 比如說五月 二十五 五二零 這個節日以後 很多人會自發的去發一些紅包 而且五月二十五 會選很多有意思的時間點 這都是從數據當中去看到的 因為大家之前都不知道 比如說早上五點二十 就會有人發第一個紅包給你 第二個時間點就是到了中午的十三點十四分 五二零比賽一次 然後如果這兩個點 如果這兩個點 你都錯過了也沒有問題 因為下午還有十七點二十分 這邊就是 就是你普通不養的人 到這個時候他給你發 所以節日以後 其實就是大數據區來看到的 就是你做這方面的數據分析 其實很有意思 可以看到很多人性的東西 因為在做互聯網當中 越靠近金融的地方 越能看見人性 人性的貪 人性的惡 人性的惡 包括人性的善 其實看得非常非常地清楚 回到整個平台的一些挑戰 我覺得都會出現在這幾個方面 首先它是一個海洋的平台 它要有一個快速的活力 為什麼呢 比如說像這樣的春節 二十萬美麥麥 不數每天都有 這個時候你需要服務器 可能要兩萬台要三萬台 但常常只有五千台 只需要五千台 我不可能把兩萬台常連存在這裡 大家知道一下服務器一年的運行程度 是多少 我覺得你做的再到 到騰訊這樣的一個大公司 可能也要做到一千塊錢 一個月 不包括人力程度 單機的運行程度 因為它要水便 都要存在內 你想想 有上萬台 你放到你長年存在那裡 那就是很大的一筆開支 所以說在這裡 你要做到一個環心客人 就要求我這個系統 我給你機器了 機器沒問題 但是你要求在 譬如在一個月或者兩個月期間內 你確實管你的能力從一萬提到二十萬 這是你該做的事情 第二個就是一個金融的計程能力 就是說我的整個的系統當中 你前面要 不僅這個平臺要穩定 不僅要不再有高興了 你前面可能有若干業務的團體 就是說你要做基金 要做政權 要做保險 做港務 做這種區塊鏈 等等一系列的新業務的探索 你要這些業務要不斷的跌代 系統不斷的被動 這個意思 可能有一天要做幾十個百分的一個上限 所以這是你的一個能力 另外一個就是一個 因為整個系統量非常的龐大 然後你要做非常高的穩定性 那些是靠人是不行 比如說上萬台服務器 我怎麼可能靠人眼去盯 對不對 那你不吃 不喝不睡 那也解決不了 所以這樣的一個高效的監控的系統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當然 最下面最最核心的兩點 我覺得就是一個穩定 和一個安全 因為你這裡面涉及到的資金 任何一筆的交易出來 它可能小到幾百 大到上萬 上千萬 上億的都有 那這樣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嚴肅的事情 可能哪一家公司都承擔不起 這樣的一個 一個業務的風險 另外一個就是一個連續性的問題 就有十幾億人 每天都在用你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你說你抖一抖 那可能都要上很大很大的新聞 甚至老百姓也會對你這個平台產生了 OK 產生一些質疑 所以說這些所有所有的能力 在用戶按下這個配件的時候 其實就像 我之前有個例子說 像這個汽車的這個潤滑油一樣 要充斥到你每一個部件上去 其實你要完成的事情 非常非常的複雜 按照這樣的事情 一系列都完成的時候 其實老百姓 就是我們的用戶 才真正的來體驗到一個很好 很便解的這樣的一個 就是一個支付的一個場景和體驗 OK 前面說了這麼多廢話 我們來看看這樣的一些系統 它的一個技術架構的一個眼睛是怎麼樣 當然說一個時間關係 這樣的一個體驗 我覺得現在一個很資深的人 進入這個團隊 可能也需要幾個月的一個學習 我們今天就挑幾塊重點的內容 來給大家進行一個交流 一塊其實剛才我們說 整個支付的平台 其實無非分成這樣幾塊 大家是做技術的 其實也不難理解 最上面是業務 業務就有接入 接入網關 有接入網關 可能有在ADP的入口 網站的入口 對吧 這是一個接入層 它是沒有狀態的 然後再往下就是有一個訂單層 訂單層就是做你的業務邏輯 邏輯什麼意思呢 就是用戶註冊 包括你的卡號信息啊 你的用戶資料信息啊 姓名啊 身份證啊等等等等 這些信息要在這個平台來當中進行 一些交易 因為每次交易進來 就是說你的額度是要控制的 因為金融一定要受到一定的監管 因為涉及到反洗錢 涉及到反恐等等一系列的 就是說你的錢進來了 那每天你的額度是有限的 好管你每年的額度也是有限的 這樣的平台不可能是無限的來給你用 因為你可能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那你必須有一個單獨的生活 對 所以這裡面一定要做一個交易 這叫邏輯層 訂單 交易邏輯層 然後再往下就是一個訂單的核心層 核心層你可以理解 是一個銀行 這是一個超大銀行 這裡面會有你的用戶的deposit 這個money 你的錢會放進來 然後也會完成你的整個事物的完整性 比如說A給B賺錢 這看似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其實包括了A- A要扣到錢 然後要把我的這個單 改成狀態要流轉 然後再把B的錢加上 這其實是一個挺難的事情 因為你隨時在這中間 這兩個用戶有可能不在一台機器 有可能都不在一個城市的機器裡面 那你怎樣搞得這個動作是完整的 因為你不可能說 我一個交易 我一個比短天 我中間懸在中間 單邊賬在金融當中是一個大忌 對不對 你不然扣了錢 那邊沒有收到 那邊錢又不知道放哪去了 那你就很有問題了 所以說這裡面是很有挑戰的 另外一塊 其實你還要對接剛才說的 200多家銀行 這是你的介入的金融的網關 所以整個系統其實就分成這麼樣的一個 四塊的一個大的一個網關的介入 但另外它會有一個支撐系統 就是你怎樣的這套系統 怎樣支持快速的活出融 支持你的快速的融栽 秒期監控等等一系列的事情 那會有一個廣榮系統 包括你整個資金的安全的 基本上整個系統的大的框架就是這樣子 OK 這是一個我們的基金融總結的一個技術的發展的一個系統 大家只要了解一下 2005年我們強力 然後到了2010年的時候 然後我們發布了一個3.0個分布式的一個架構 因為3.0個分布式架構 它主要解決的問題就是 從以前的單機數 到了單機房的無形擴容 這個基本上有多大我可以隨便去擴容 就是解決了這樣的一個問題 但它的背景也很有意思 就是之前我們有一個遊戲推廣 有一個偷菜 不知道這邊的同學沒有玩過 有玩過 然後那個特別的火 因為在那個年代 似乎到了30比每秒已經很不可想像了 很多產品都不會有這樣的場景 但是遊戲 它就是遊戲 它容易出現這種場景 為什麼 因為我這個裡面的化肥 我是總要是用的 對不對 然後我的這個化費也是要用的 我充了一個移動的化費 手機的Mobile的化費也是要用的 所以說我把未來三個月的化費全充進來 這次因為我搞活動嘛 我可以送你的化費 送你一個免費的東西 大家都來衝 這次就好多話的人來衝 把其中給衝垮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 它以前從來沒想像過的這些事情 它在互聯網上就把你放大掉了 因為你過年的時候 也不會那麼多人去排隊去刷 而且就算你去同事去刷卡 那也要排隊嘛 對不對 那些互聯網上不一樣 就是點個小 所以這個事情就是導致我們要做蜂墓室 蜂墓室 然後因為我們天生 最早的時候就是基於滿歲庫在做的 所以說在這塊 我們基於蜂墓室的事物 在上面具體下也相對來說會容易一些 這是我們做的第一個蜂墓室 包括這個蜂墓室的規模 最迴線規模 其實到現在我們一直是沿用 一直用到現在 那到了之後之後 這個其實屬於萌芽期了 遇到了所有 然後到了成長期 成長期我理解大概到13年左右 這是一個成長期 然後我們中間也有智庫的牌照 然後到了13年左右 微信發佈了 微信發佈的時候 有這樣的一個入口 大家也需要去有支付的場景 所以就有了剛才那一頁 的一系列的事情 就是社交支付 有了紅包 對於你系統挑戰 越來越大 穩定性挑戰越來越大 因為大家已經開始習慣 於這樣的一個平臺的一個發展 對 然後到了今天 然後包括穩定性 我們會做兩第四中心 包括今年可能會做兩第十二個中心 對 這樣的一系列的東西 OK 05到08 然後09到12 13到17 這樣的一個整個系統的成長 性能從數百倍每秒 最早數可能還要低了 幾十倍每秒 到了數千 到了現在的整個系統 會進行百萬 包括數據庫這塊 最早的說 我們也是馬隨口的 我們從 普通馬隨口單機的 這樣一個數據庫 到了後面做了封波式 然後到現在 我們整個會 會融化 會封波式 這樣的一個方式 不斷地去發展 整個系統就是 訂單系統圍繞著它 然後前面有網關 然後呢 有帳戶系統 有銀行系統 這樣的一個體驗 整個的 流基本上就是這樣 就是 收入網關如果走的是 賬戶系統 那肯定就是余額的加減錢 因為這是我們是銀行 我們 你存進來的錢 我們可以直接去加減 另外一塊 如果是快捷 可能就要去到銀行系統 就是去到你的卡 你的卡 所在的銀行 然後去進行這個結算 進行投款 然後呢 也回到我們系統裡頭 去記一個評證 這裡有看到我說的 整個的四塊內容 網關 平安系統 平安系統 以及賬戶系統 這是我們所做的一個事情 主要圍繞著這幾個系統在做 整個系統的分布式事務 分布式事務管理 分布式事務管理 下面會管理若干個資源 就要把以前一個事情 產生若干個事情 並且分布在不同的機器上面 這些機器有可能在不同的物理位置 然後這樣的一個 它會不會對應DB了 這樣的操作 如果在中間出現任何的狀況 可能就會查錯 當然了 它為了解決重大問題 我可能還會去遠程 遠程就是我整個交易的一個動作 因為A和B之間 你做數據的複質 它受限於網絡的時候 數據總會出現優勢 就是當你可以出現狀況的時候 機房crash 服務器crash 那這個時候 你B的數據是不完整 所以說怎麼去呢 怎麼去做呢 可能就會用到它 然後加上我這個貝 包括B加1大於原來的那個A B加C一定是大於A的 因為這裡面記得一個完整的信息 有興趣的東西也可以去詳細了解一下 這裡面是整個的金融的一個 事物完整性的一個保障 或者是事物完整性的一個保障 或者是事物完整性的保障 或者是事物完整性的保障 最早期的也是單機房 沒辦法所有說的操作 可能我們已經在一台機上完成 一個大的事物 裡面要包括三十個C孔 這方面你想想 就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它整個的事物的一個信仰 然後包括用戶量負團群膨脹的時候 它帶來的一個系統壓力是可想而知的 這是剛才的那個例子提新舉完了 那個當時基本上就是頭條 各種藏群都是頭條 所以我們在08年左右的時候 然後我們做了這個封布置事物 就把單機拆到了這種水平的 水平的座台機器上面 解決了單機房的一個 無形庫容的問題 所以當時就從幾十筆每秒的智庫能力 這樣就可以提升到 用百筆或者是上千筆 這樣的一個能力 這樣的一個改造就完成了 但是因為機房大家都知道 地是很寡貴的 機房它也不是無限區來建的 機房房火 如果說這個工程的人 大家可能知道 因為機房建設的位置受限了 就舉個例子 機房裡面你要做這種電源的容錯 你要接雙路的試點 你要有變壓器 你要有自己的電源寶藏系統 但是當這些電路都出沒有問題 你得有發電 發電需要有 油在哪裡 油是不可能存在你的 為什麼 太危險 因為你存了兩噸材油在你這個樓下 你還敢在那裡乾坊嗎 所以說你要選擇的地點 附近多少公里之內 要有油站 並且這個油站一定要保得 它的最少容量能夠支通到你這裡面 兩小時 所以這裡面是一個很思達的一個工程 所以說機房是不可能隨便去見的 不是錢的問題 有別的東西 所以說在這裡面的話 一定要做到這種 單機房它是有瓶頸 所以說後面它會有 我們要繼續去 在單機房上面再去做到跨EC 來自一個課程 這是一個封目式的一個事物的機制了 基本上就是一個PCF 就是一個準備階段 準備階段 假如這事情要做兩階段事物提交 我們要先準備 然後再去提一下 如果有一個問題 可能會做回顧 這個偏專業性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去自己 達科 進一步的交流 去學習 這是一個核心的處理了 沒有 14年的時候 原來五百到五千 然後到了剛剛過去純潔 它已經到了95萬筆每秒 獎金和入帳 入帳的意思就是 就是表現在大家感知是什麼 有這麼多萬的人 同時它的賬戶 發生了變化 它的賬戶要不是加錢 要不是減輕 整個的封目式事物的建設 大概封城 也是剛才這兩階段的一個提交 它會對應的我們有賬戶資源 有單類 有操作管理 這樣的一系列的一個過程 正常情況就是 你兩階段 分別是Prepare A Prepare B 當兩個都完成了 就分別去Premit 這是一個很順的一個流程 如果這裡面出現了狀況 就是說 Prepare的時候發現 這個資源未前不是Ready了 那麼你就必須把A 給回滾掉 這是一個異常的一個處理情況 所以這樣的一個系統架構下面 其實我們面臨的挑戰 因為整個的業務發展非常非常的迅速 你在想從早期的時候 幾千萬的用戶到了上億 而現在正十億的用戶 那其實這個挑戰是很難想像的 所以說 在這個當中 對於系統的挑戰 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總結下來可能有資金安全性 因為在這樣的一個大的 在這個撐土量下面 會有很多的系統的異常和波動 譬如說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 我這邊沒有扣到用戶的錢 我這邊去通知了商家發貨了 那就是很悲劇的事情 那這個錢你就自己再給付掉 對不對 或者說你收到一筆錢 那邊通知了兩次 這些都是有異常的情況 包括還有 你系統的可能會有其他的一些漏洞 因為黑產在金融當中 因為為什麼金融剛才說 會特別提起一些人性的地方 因為很多黑產 它就是圍繞著這個金融在做 去刷你的東西 然後抓你的系統的漏洞 這樣的一些資金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另外一個就是你的系統的連續性 這樣的系統的連續性挑戰是非常大的 包括用戶的體驗、效率 以及整個的支撐的自動化用維和監控 它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 這帶來一個 一個綜合的一些挑戰 所以在這裡邊 很具有一個解決思路 就是對於無狀態的這種服務 我們都可以去SET的話 這帶來可以理解的是 我把機板放在若干個籃子裡 就是任何一個地方出現了問題 出現了狀況 對我的整體不會造成影響 所以我們在系統的改造上面 有接入層 有銀行 然後有訂單 都做了這個多彩的話 包括到了今年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帳戶系統當中 也做了多彩的話 這是非常重要的挑戰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在銀行 為什麼都是集中式的 因為最會心的問題就在於 你的賬戶裡的錢 你想存了一千萬 你在這邊進行了一個轉賬 這時候如果系統出現了問題 你的那個背記法 裡面如果還存了一千萬 是什麼樣 我快速地把這個一千萬再花掉 對不對 這個就是很悲劇的一件事情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系統要講究嚴禁性 所以說這裡面能夠做到賬戶的多副本 就是你多個地方同時不僅是冷杯在那 而且多個地方同時在提供給用戶服務 這是很有技術挑戰的一件事情 這個我們在訓練也做到了 當然這些事情多做完了 事情遠遠還沒有解釋 因為在了多賽的之後 你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 因為你最簡單的就是 你這樣的城市之間是有十號的 舉個例子 就是說上海到深圳 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因為光線傳出它也是有 需要時間的 對吧 然後這樣自然要來 大概需要三十萬秒的一個delay 然後到了北京 可能這個時間會更長一點 到了西安 對吧 然後更不要說到了 將港 到了美國 到了加拿大 這種時間是有問題的 所以說在這個當中 你需要考慮的東西就不一樣了 以前你在單機房內 可能能支撐一萬 那在這樣的一個場景當中 一個疊累當中 你每一個寫的情形 可能都會被疊累掉 那你就要考慮你的血分處理 考慮你的異常處理 如果這筆失敗了 怎麼辦 是吧 所以要考慮的東西 就遠遠變得複雜了 另外我們在吃豬肉這塊 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因為 因為 機房出現問題 像剛才說的那種 整個城市斷電 對吧 因為我每個兩個便電站 還有幾十公里嗎 雙百公里 如果兩個都出現問題 跟狀況上就少了 對吧 然後再出現問題 那個油站營也不給我共融了 對吧 那又是一種狀況 那就是說 他們能解決的是這個問題 但是就算這些問題 都解決了 我們也不能依賴它 對不對 就是說單個機房出現問題的概率 還是相對於 低概率是減 可能一年或者是兩年出現一期 對吧 就是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 技術的人 你還是要有些追求 對吧 你的單機房內 你的問題要出現技術 比如什麼問題 就是說 你一個機房 一個機房你可能承載的大概是一用戶 對吧 但是呢 這些用戶是在一個機房內的一百塊機器 但是這些機器大家都知道 你的服務器它是有 有裝潢 對吧 它隨時可能出現問題 然後 夏天 有些地方很熱 只能到四十度 你的服務器大家知道 最喜歡的溫度是多少 對吧 三十多度 二十多度 然後這些超了溫度了 那沒辦法 因為那裡服務器會不工作 服務器可能會當機 那這個時候當機到那裡的 如果你是在數據庫 那就悲劇了 對吧 那你怎麼解決這台機器出現問題 你的服務的一個領域性 那你就要劃整你這個BB數據庫 它的數據的實施的同步 然後劃整你B數據庫出現問題 可以 時刻的B數據庫來臉 所以這樣的一個架構 其實我們都有解決 依賴於 MASCO的半重複 上面我們進行的一層包裝 包括比如了中台的這樣一個機制 把整個的數據庫這塊 現在基本上我們系統當中 出現了單機的問題 全部不需要人工處理 就任何一代機器出問題 或者是另外兩個非對等的機器 出現問題 全部都是系統區 去自癒 第二天可能有人看到一個告警 也第二天來了 把這台機器 再去通過系統當中 去點一點 把這台系統重新做好 把這種再掛成背景 再掛到那個半重複上面去 這樣一個狀況就揮起了 這樣的一個系統當中 其實剛才主要是介紹了核心系統 這樣的一個減輕的一個脈絡 然後這樣的一個大的系統 其實背後有一個很強大的一個 用微的支撐系統 這裡面因為它有一個龐大的海量數據 就每天現在產生的數據量 就如果從條數上來說 大概1500到2100條之間 這樣的一個龐大的數據 還是平時不是幾假日 幾假日可能翻了好幾倍 這樣的一個數據 其實需要一個很強大的 一個運營平臺的最期程 另外可能主要就是 有這麼幾個問題 叫系統模範 國際 進行壓力基礎設施 大家可以看到 這樣幾乎對於猛尼性的要求 你看這兩台曲線 理合得非常好 其實它是兩天的 你看5月9號 5月10號的 這樣的曲線 是這樣的一個理合的狀況 這是一個穩定性 另外一個就是自信的安全 包括我們做了很多很多的系統 對照 所以一個月考試鏈品 我覺得是要通過這樣的一個 眼睛的路徑 最初期的可能要做自動化 最終於不靠人 然後緊急症 你要做到技能化 就是很多對象能夠自動去處理 去關聯 去告解 最終要做到可視化 所有東西所見就所得 我每天只要去看到的東西 看到這個固端已經自癒了 去完成了 對大家可能聚焦在這問題 就是我把這個平臺怎麼去實現 而不是說每次去實力 若干和希望的問題 這是一個用來的可視化的一個界面 你看從底到上 基本上就是 這是一個一台一台機器 上面可以加入一個基礎平臺 平臺上面再去划斷一層平臺 然後對於不同的運為的角色 比如你是開發者 你是運為工程師 你是產品 或者是產品經理 是老闆 你跟你看到的視度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大家關注的東西也是不一樣 這是一個平臺的一個引擎架構 就想一起說了 這裡也說一下 就是我們做到的一個效果 比如說你看到這裡面 我這個系統的 這樣的一個監控筒 就是昨天的交易 和今天交易的一個擬合情況 然後如果這是一條單條的 就是當前值 我會做一些 這是一個歷史一個月的平均值 是一條徽線 然後會看它的一個普通告頂 我會做一個架卷 然後去算出來 通過軍方插拉 一系列的竄圈 然後算出來它的一個上下線 就會定義出來 如果這條紅線 假如就是滑到了這個位置 它就是一個嚴重的一場 如果到了這裡 它就是一個普通一場 它的處理的時效性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總結下來 可能是說在文件上面 可能會做一系列的一些提升 開發的工作 變更監控和容宅 最後總結一下 這個其實也是整個騰訊 這麼今年應該是第19年了 對19年 這麼多年 開發下來 技術的一些精華 它總結出來 它其實是一個海量服務指導 就是說 因為現在已經升級到20年的課程 因為騰訊它接收的用戶數非常的多 然後每天的 無論是交易啊 還是玩遊戲啊 然後社交啊 然後等等一切的商業場景啊 它總結的 發生的數據是非常非常多的 其實它裡面會增加七個一些方法的 包括有賽德化的模型 大系統 大系統 雲座 之前是大系統小座 現在雲化了 全網雕塑 小工具 雲控 柔性可用 若聯網 其實這個網上都有 大家以後在 可能在中小型公司不會注意關注 但是當你管理的系統 進百台上千台的時候 當你的團隊變多的時候 這些地方 這些思路可能就要是柔和 就是一些細化的流程 OK 其實整個互聯網 引得下來 剛剛最早的時候 介紹了那個圖 十二點的方向 包括整個互聯網 這個發展 其實互聯網解決這一個根本的問題 就是在效率問題 就是 經濟上的解釋就是 降低非必要成本 提升運營效率 就是在我們 產品和客戶之間 達到一種取速的 事情 大概也需要這樣 然後通過取速 來把這個事情給實現 最終互聯網發展 我理解就是 變成像現在的燈 和水門頭一樣 關停開 大家也沒有人 會關注到 這是個互聯網環境 還已經因為 已經融入到 我們生活的方方 面面了 OK 我的方向 我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真的是非常精采的介紹 我們從這個介紹 你可以清楚的了解到 ANL跟田訊他們這個盤隊 好像公山頭一樣 這個山頭公台 他們在一個山頭 不但往上提升 這也非常難得 一個非常經驗 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留三個問題 都不會問 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可以吃 請問一下 其實剛剛有個張圖 就是你說 那個 微信火高 我們大概是兩千萬 然後一直到過億 他兩千萬那個 因為當時 你們應該還沒有 就是知道 人數會這麼多嘛 那機房的準備 是怎麼準備的 因為剛剛你們有提到說 一個機器跟月的 那個銀利成本的交易情況 那 當時你們有做了一些 理會策 去估這個 區域對付出承認 我們上線 有個狀況嗎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因為這個 這個東西有做老闆的潛質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一個 成本和效率的一個群網 對吧 就是說我 包括通訊 現在近百萬的付出器 早期的時候 十萬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 不整個當初 就圈個近百萬的 那個那個付出器 下來 所以說 我們每年可能 會做很多的事情 包括現在正在進行的 可能是明年的 年度預算 年度預算一定是從 餐廳過來的 產品呢 他過來說 我明年可能會做什麼樣 規模的一個 一個推廣 我需要達到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新闻 那這個時候呢 原來他們就要進行拆解 拆解完了之後 我就 得算到我的服務器 服務器如果不夠了 那就提起律線 因為 建機房 第一要拿地 第二呢 要跟運營商談合作 因為那需要資質的 要建什麼樣的規格 然後呢 建房子也要需要時間 然後服務器上架也需要時間 它需要一個很長的一個流程 所以這個東西需要去準備 這是一塊事情 第二一塊事情 就是說 紅波它是一個特殊的事情 是每年可能這個點是最高的 對吧 所以說這是 所以說春節廣場計劃 所以說春節廣場計劃 有一個春節廣場計劃 因為很多的東西 在中國 它是在春節這個點 特別的多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 都顯下來了 我們的系統是 大家都顯下來了 是我們的系統 是最高的 因為顯下來了 大家可能要 看看電影啊 刷刷啊 這個朋友圈啊 什麼東西都來了 對吧 不晚來就購購物 什麼東西都來了 所以這個時候是最高的 所以說春節廣場計劃 畢竟也在啟動 就是這屬於短期的 我可能借給你三個月 公司它有一個統一的大池子 公司可能上百般的服務器 對於我們來說幾萬台 那就是一個陰上一角 對吧 它會把整個的資源 盤到集團層面 這樣子的話 得一塊去 比如說我們 這個時候紅包去了 但是呢 過完年是什麼 過完年 過完年前可能是我們啊 和遊戲 但是過完年可能是另外一塊業務 比如說大家 刷新網站 開始上去了 為什麼 因為上班嘛 無聊嘛 對嗎 刷新網站就要多了 看果貓的也多了 所以說 它是一個這樣的一個 柔性調整的 這東西可能是說 單身從一個小的機會 那裡很難解決 但是辦法去看 從一個文化解決這個事情 還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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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請問一下說 就是 呃 就是你們的系統一直架構在變嗎 如果你們的系統的變化 你們要花多久時間去測試 或什麼 因為你這個 都是跟機能有關的 那換言說 你這個 就是 上線的時候有問題 那一定會 會有挑戰 所以想知道 你們為了一個系統 要不變的話 要準備一種 怎麼做 嗯 這其實是一個 研發流的一個問題 啊 就是說 我想可能有幾點 首先呢 系統的變化呢 它當你成熟度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它其實每年大的調整 可能就一到兩次 啊 比如說我們每年應對的 這樣的一個 沉潔保障 或者是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 營修推廣活動 那可能我 每年可能會 控制在兩次以內 那這樣呢 你這個計畫 就很好的去做 可能是做三到五個月的 這樣的一個計畫 就去規劃 嗯 另外一個問題 可能是說 讓你解的對不對啊 就是說另外一個 就是說 它在這個系統呢 上線的過程當中 擔心會出問題 對吧 所以說在這裡面 其實 越來越龐大的系統 你要講究一個 灰度的一個策略 就是說我任何的一個 特性的上線 我都要評估 如果讓它影響是我的 很關鍵的業務流 資金的流的話 對吧 資金的話 那我對這個系統的 評估可能會 非常的嚴謹 就我整個上線 當然已經全部都系統化了 在這個裡面 會分成至少 四到五個環節 首先控制 百分之零點一的用戶 然後百分之一 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五十 最終 才會把這個系統 整個的轉開 這些也就是說 在互聯網當中 它總結下來的 任何一個事情 因為靠人 人都是不靠僕的 你說你 再怎麼專業的人 你有可能 跟你有朋友 玩到別扭 那天我不爽 對吧 我這個 就很難集中 所以說很多東西 不能靠人 你要靠系統 系統當中去規定 假如這個系統 這個版本 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OK 那沒問題 我到了這個環節 我就設定你 你必須去 hold你五分鐘 去讓你去把整個系統的巡檢曲線 當然我全部是系統自動的 不會說靠人去看 把這一系列的巡檢動作 全拉回來 資金也看了 交易的石號也看了 然後你的整個交易的數據也看了 那地方大都沒有問題了 對吧 系統是平穩了 那你這個問題可以繼續再往下一步 從百分之十個用戶 再往百分之二十個用戶 再往百分之二十個用戶 這其實是這樣的一個 匯度的流程 再加上整個的研發流的一個保障 保障整個的這樣的一個 廣告的系統 可以不斷地往前去疊載 謝謝 最後一個問題 一秒鐘 兩秒鐘 三秒鐘 一秒鐘 我問一個比較不是技術 好聽說文 我是長哥 你很短的 現在其實 微信這麼大 有一個 跟平常 就是 英文的一種連結 那請問一下 君所知 在智能 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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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其實是涉及到 業務的佈局了 當然我是做技術的 我也嘗試回答一下 因為 當整個平台發展到一定規模的時候 你想想現在已經到二十萬 我相信 很短的時間內 不會再做到四十萬 或者是六十萬 因為這個沒有太大的意義 為什麼呢 因為 比如說我控制你二十萬人 公司放紅包 另外二十萬人 假如你真的有四十萬人 或者在幹這個事情 另外二十萬人 我讓你到下一任 我系統是可以控制的 我可以給你控制在那 我讓你看個廣告 開玩笑 不會做得這麼難看 然後呢 其實就是你 技術人可以去來控制的 所以說沒有太多的一個 不會挑戰那麼高的一分 所以說 回到這邊就是 現在在做金融場景的一些探索 因為本身智庫要解決金融的事情 包括其實我們現在在區塊鏈 包括在智能投顧 然後甚至我們現在 剛才說的那個理財通的平台裡面 我們現在也接了很多 早期的時候會接一些這種 資金 就是那個基金 或者那個保管的那種 會居多一些 現在也會有一些